大家好 到了每年的这个季节 我们家乡的红薯粉丝就开始制作了 这个是纯手工制作的红薯粉 今天我就带大家去了解一下 这个手工制作红薯粉丝的制作过程 这个是蒸的过程 就是把红薯淀粉调成吸浮灶 然后放在锅里蒸熟 这是蒸好的红薯粉 然后放在这个卓制的容器上晾晒 这些蒸熟的红薯粉 现在放到太阳下来晾晒 等这些红薯的粉皮晾晒干了之后 就要把它切成丝 像这样有太阳的时候 差不多一天时间就可以晾晒好 这些就是晾晒干之后 把它切成丝的纯手工薯粉丝 这些红薯粉丝的红薯粉丝 就好了 这些红薯粉丝的红薯粉丝 就好了